上个礼拜这个栏先本来是公式里面的 记得是所D列跟A栏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做出来之后就是一列A栏 那最后就向下向右 一次就完成了 再来函数部分 那函数我是用Current跟Raw 这个Current跟Raw也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取得一些编号的参考 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取得它的那个编号 那刚好是蓝跟列的关系的话 其实最简单我们可以配合两个函数 一个叫Current Current的话就是取得什么 你现在储存格位置在第几蓝 Raw的话呢是在第几列 当然预设是里面 瓜糊里面是空的 如果说今天 你里面呢 怎么讲 就是说你要参考到别的储存格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这个地方的话 里面你可以指向另外的储存格 也是不会有问题的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有一个VBA VBA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几个动作了 我们上礼拜先清除格式 然后纠续生发表 按下去完成 还有个清除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就forI 2到10 追2到10 Sales IJ里面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I 有没有 跟这样 应该先追 J减1 X I减1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 然后呢 就可以输出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个我们上礼拜做的 Sales IJ等于 追减1 指的是蓝 为什么要减1呢 因为我们的回圈是从2开始 如果你不减1的话 就会变成2了 就会有问题 所以X串接 那这个观念跟在资料编辑列里面很像 不过就是前后一定要空白 再来J减1 等于什么呢 两个相乘的结果 OK 应该还有印象吧 其实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快速写出来的话 那以后你在处理事情上面就快很多了 另外有个清除 清除当然有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这里面直接全部给空字串 不过除了空字串之外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哪一个range 点什么呢 clear contents 所以清除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range的b2到j10 打一个clear 记得是contents 你不要用clear clear的话会把里面的格式也都清空 所以记得是clear contents 只有清除内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做清除 那除了清除之外 我们还有就是说呢 比如说第三列 能够被删整除的列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涂一个颜色 涂什么颜色呢 涂黄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子按下去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它里面 基本的程式架构呢 跟刚刚一样 差别是说中间多了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的话 还有印象吧 就是if什么 if 那因为列啊 列的部分是 应该是把i减掉1之后 然后呢 看看能不能被删整除 如何判断说能够被删整除 记得啊 会有个mode mode是求余数 mode3等于0的话 那表示怎么样 这个列 减1就表示这一列的位置 mode3能够被删整除 等于0的话 zant怎么样 把这个底色 改一个颜色 把字的颜色改成红色 应该还要印象吧 zant怎么样呢 salesij点 它里面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什么 点intel 点color 等于什么呢 等于黄色 那黄色的话呢 在那个RGB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日记的 其实我都是这些RGB 它的颜色就是什么 255 就是黄色加绿色 这样子的话就是黄色了 那字的颜色就是风color 等于255 0 0 OK 所以写完之后 我们程式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能够被删整除的话 写出来的部分 大概就是多了这个 就是 if 有没有 我就刚刚写这一段 所以以后的话 这些东西 如果你够熟的话 很快的 就可以马上把结果给跑出来 那底色的话就是这个 intel.color 那黄色的话不就是RGB 255 2550 然后呢底色的话呢 那就这个 风color 黄色 所以是红色的字 加上黄色的底 最后呢再输出它的值 这个值的话就是里面有没有 1乘1等于1这样子 那当然你想说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先丢出结果 再涂颜色 在比如我上下两个颠倒 可不可以 其实你要看这个 下面这两行是 格式嘛 上面这输出啦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两个顺序颠倒都没关系 一个是 像这个是先丢出去 再格式化 一个是格式化 再丢资料 那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至于哪一个好呢 那就看你需要 你的逻辑需求 反之 反之意思是说 如果不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就跑一样 就是没有做格式化 所以差别在这两行 那其他的话应该都没什么差别 在上个礼拜讲过的 那最后的话就清除格式 那所谓的清除格式 不是说真的把里面的格式清掉 而是怎么样 我把底色 恢复成什么 我原来的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是235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底色是什么 你可以油标放这里 再点一下上面的那个 背景的颜色 这个 然后其他颜色 其他色彩 这边就出现235 241 222 你就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填到那个我们的RGB里面 这个颜色 这样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你可以从这边去反查 查到之后的话把它放上去 底色 字的颜色本来是红色 请你把它改回什么 黑色 那黑色的话呢 它的RGB应该是什么 就是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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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邏輯判斷 if什麼東西 中間zen 如果true的話是做什麼事 反之就做什麼事 大概這跑很多了 另外就是底色跟字的顏色 這些都會重複出現 好 那講完這些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看那個定存 請你把這個觀念放在定存裡面 那定存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你們的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的利率 好像跑到蠻下面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範例再打開來一下 這個是大型式算表這個 你把這個大型式算表 這個範例打開來 然後在這個定存切過來 請各位呢 先把裡面的資料先清空好了 就是從b4 郵票放這裡 ctrue是不是向右向下 先把裡面的東西先清掉好了 我們再重新來過 那底下的利率 理論上應該沒有7%這種東西 頂多大概差不多2% 大概2%好了 假設我今天就大概2% 把這個底下刪掉好了 大概就留下 大概我要就是2%的利率 如果放10年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空間是我們需要去完成的 如果大型式算表 這邊當然你如果要加個框線也可以啦 把他加個框線 這個範圍裡面 我如果要快速完成 至少會有幾種做法 你不外乎就是一個公式 不外乎就是用一個函數 那公式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地方當然等於有沒有 所以請各位如果說你那個 假如你們的原來的那個 這個範圍檔裡面 那利率已經到7% 我覺得那個不用了 不用那麼多了 因為已經不可能的 而且利率 高利率應該回不去了吧 而且好像台灣也沒有那個本錢 如果現在利率升到那麼高的話 恐怕不得了了 可能會有大的風暴 OK好 那如果這個地方 我50萬塊 放在銀行放一年 利率0.12的話 負利計算 那怎麼做 其實等於什麼 你原來的錢 在乘上什麼 乘上刮弧 你的本來1嘛 本來1 加上多少 你的利息 所以你的利息是 假設 利息是這個 0.125 刮弧 再來的話 我們是負利計算 所以負利計算的話 是幾次方對不對 所以幾次方是 是SHIFT加上6 這個符號有沒有 幾次方哦 有沒有 幾次方的話是這個 那我這邊的話 就把年放在幾次方的後面 如果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它負利計算嘛 好打勾 所以你放一年之後 應該會有多少利息 有625塊 利息 那 可是問題 我今天希望 向下 向右一氣呵成的話 怎麼做 其實 你就套公式嘛 一 把固定一定不會變的 存款金額一定不會變 案列不四 這個是兩邊都要鎖 標題列 第三列跟A欄 所以記得看到A欄 鎖起來 鎖單邊就好了哦 三列鎖起來 就套公式就好了哦 OK 打勾 向下 向右 完成 沒有問題 應該 你們平常也是這樣做吧 所攔所裂這個 但如果你清楚的話 就很快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利用公式 那你要知道哦 第一個 就是B1的部分 因為它是固定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是 兩邊都鎖 那 另外就是 三列跟A欄要鎖 所以記得把 A欄跟三列鎖起來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向下 填滿 向右填滿 一次 就完成了 其實蠻輕鬆的 可以很快的把事情做完哦 那第二個請各位把定存哦 再拖拉過來 把工作表拖拉 然後按 Ctrl鍵 請你把這邊改成就是用什麼 用函數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希望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是用FV 有個函數叫FV的函數 那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改成用那個FV的函數 幫我做出來的話 那請你把那個剛剛的公式 刪掉 那這邊把它改成函數 函數 那把這邊Ctrl-Shift向右 向下 Delete掉 中間呢 請你插入函數 利用有一個函數 應該是在那個財務裡面吧 財務裡面F開頭的 有一個FV 這個意思應該 我印象中應該是叫Future Value吧 就是你未來 會有多少的價值 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函數來計算 那一樣 我們如果說 做完之後一樣什麼 所欄所列 向右 向下向右 也一樣可以完成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原來的定存這個部分先做完 那也可以順便想一下 如何利用FV函數 可以幫我完成 那當然做完之後 再拖拉再複製 那就會有一個VBA了 OK 試一下 好